这是一种曾经改变了世界的生物,它们虽然导致了地球诞生以来第一次生物大灭绝,但也为后来这个多姿多彩的星球奠定了基础,它就是蓝藻,虽然结构简单,但却书写了地球生命故事中关键的一章。 3.5亿年前,地球的大气并非像今天这样富含氧气,那时候大气主要由氮气、二氧化碳和甲烷组成,海洋则被艳氧微生物所统治,它们在没有氧气的环境中茁壮成长。 但在某个阶段,这类微生物群进化出了一种全新的能力——光合作用。 它们细胞磨装的结构可以利用阳光将二氧化碳和水转化成氧气和糖分,并获得能量。 这些生物就是如今蓝藻的祖先,它们体内的蓝绿色素可以捕捉阳光。 光合作用使这些古老的细菌比别的物种有更大的优势。 它们将无尽的原料转换为能源,种群不断发展壮大,大气中的氧气也越来越多。 数百万年之后,复氧的大气对地球上燕氧微生物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地球上绝大部分生物都消失了,除了蓝藻。 这不是仅有的问题,甲烷一直是使地球温暖的强效温氏气体。 但在那时,多余的氧气和甲烷反应产生二氧化碳和水,使得热量散失。 越来越高的大气层导致了地球上第一次,也可能是最长的一次冰期,修轮冰期。 而蓝藻也开始了新的旅程。 几亿年前,一些史前微生物吞噬了蓝藻,变成了微生物自己的光合作用工厂,最后演化为液滤体。 这个过程被称为内供生。 如今,蓝藻遍布地球的每一个角落,海洋、淡水、土地、南极、树懒毛,它们依然在向大气中释放氧气。 它们也依然将氮气吸出,给它们创造的植物施肥。 我们要感谢蓝藻,如果不是它,地球可能现在还是一片荒芜。 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如果您喜欢我们,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或在下方留言点赞、转发和收藏,就会收到我们每日推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